好 财经方面消息在您看到 最近好不容易从七千大关反弹上来台股 今天是再度受到了国际股市走弱 以及两韩情势紧张的影响 开低走低 特别是电子股被鸿海集团加新效应所波及 拖累了大盘 而中场就下跌了九十三点 收在七千一百九十五点 成交量为七百九十六亿元 鸿海集团加新乐乐员工苦了股民 因为成本增加效应 让电子股一片惨绿 执政股王大力光股后联发哥撑盘 继续拉锯站 台股开低三十六点后越走越低 学上加上的还有央房打二房政策 让银建股也软趴趴 加上金融股跌多于涨 台股五盘过后一度大跌一百二十九点 失守七千二 中场下跌九十三点 收在七千一百九十五点 成交量七百九十六亿元 欧债的一个利空的冲击 跟南北韩之间军事的紧张 实际上这个利空已经有渐渐的淡化 如果假设七零三二被做一个有效的跌破 甚至不排除会往下做一个探底 那么会可能看到的一个数字 可能是这个六千八百七十五点 看来外有国际股市变数 内有电子股利空反弹宣告结束了台股 再度探底的压力恐怕越来越大 明日新闻中心谷歌号书台北报道